剩果实红的酸 黑的甜 黑黑亮亮 被称为黑钻 得赶快采 现摘现洗四个大水桶 三双眼睛盯着看 这实在问题 所有要谨慎 嘉义一竹香西州村才300户 但有100多户人家都种桑盛 玉米田边的角落 闲着也是闲着 干脆整排种起来 桑盛难保存 采下来超过一天就坏 连冷藏都不行 被激素冷冻 专家辅导气候刚好 这里桑盛不撒农药 也没有病虫害 桑盛产季短清明节之后 一个月就结束 但桑盛村却能供应 一整年的出货量 千岁团功不可没 家家户户都在采桑盛 科班长还得请别村的来帮忙 老人家动作也许慢了些 但谨慎仔细 反而能控管品质 固然他们产量没那么大 没那么快 可是至少我跟他要求 你跟我细心一点 他做得大 规模越做越大 还吸引别的县市 甚至外国考察团 特地来台参访 十年磨一剑 桑盛村的成功智慧 开创新局面